大家好 尹吉台台仔神凡 相信各位都要用900或乘生的程式去查询巴士班次 巴士班次都关系到交通的实时数据 900的程式都大部分整合了很多交通的班次 各位就介绍这个实时数据是什么和现在的使用状况 正如其名 交通实时数据就是交通的实时更新数据 内容除了路线的资讯之外 也有巴士预计的到站时间 方便整天知道下班车的到站时间 巴士公司的角度 这个系统叫做到站时间预报 英文是Estimate Time of Arrival 简称ETA 就是各位所熟知的预计巴士到站时间 除了巴士之外 其他交通都有类似系统 例如港铁在月台上也有这个显示板 就显示下班车的时间 就是依铁的一种 运作原理就是根据巴士上的GPS系统 就用它的位置去计算巴士到站时间 但数据实际都会因为路面的情况 由所变动 所以系统这几年才出现 铁路因为完全固定的路线 不会失车 系统用的方法很多 这些数据主要可以为乘客提供预报服务 方便乘客知道巴士的到达时间 对不频密的巴士到站时间是很重要的 乘客都可以因你时间决定学友能否等车 这些资讯就有更加好的作用 就是只要把所有资讯整合了一个大数据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数据估算 就可以猜到由起点到终点最快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计算到 由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哪种交通最有效率 哪种转成方法最便宜 你就可以做一个智慧城市的目标 为了实验这些目标 每一公司就需要公开交通的实时数据 香港的情况就连续先讲了 现在就讲到CityMapper这个程式 重新不是工商 CityMapper是一个公共交通的应用程式 可以方便使用者计算最适合的交通方式 就像Google Map 找由起点到终点的方式 这个程式也整合了很多 不同的城市交通方式的数据 这些数据都是由不同的运输公司开放的数据 各位应该猜到我为何开放这一集 在CityMapper 在香港刚刚开始提供服务的时候 其实只有电车给了实时数据 其实公司也没有开放数据 所以当时CityMapper的数据是很不准的 想打提政府就因为这样 去做一些事 就是鼓励这个运输公司的开放数据 好 结束就是这么多了 现在情况也不同了 搞到没有变事 接下来看看香港的情况 不同的巴士公司 完成这个实时系统之后 都没有开放数据 本身上斥择 这个九巴没有开放数据 不过原来在写稿上两个月就开了 不要紧 稍后再去鞭尸 先讲一下九巴先 现在讲一下香港的情况 城新是16年开始引入这个系统 19年8月正式开放数据 余巴是17年开始测试数据 19年也开放了这个数据 九巴是15年引入了这个测试 自己玩了很久 刚刚起来 2021年3月就开放了数据 最棒的是港铁巴士还没有数据 另外港铁就给了4条 并不是我主要的测试而且是资讯 看来我还有C可以鞭 正 不过先讲一下这个程式 数据可以在政府的资料一闪通中找到 具体用法不知道 将来我个人再研究一下 另外除了CityMapper之外 政府也推出了香港的出行议程式 等市民可以搜寻这个交通由起点到中点的方法 包括一些实时的交通数据 好了终于到我可以鞭尸开火的时候 我们叫做血流证号 正 各位就当九班未开放数据 因为都开了9万 九班的时候就把所有实时数据 甚至是杜伦和飞机的资讯都拿了 但是他又不允许自己的数据 令到更多人可以用九班程式 他就可以赚尽广告费 对其他公司很不公平 所以就强烈建议九班 麻烦你快点开回你的数据 然后九班就看到 直接开放数据 接着我们就到港铁了 虽然港铁班次很远 几乎不用数据都知道 5分钟一定有车 不过现在 疫情 港铁整天都减班 7分钟才有班车 所以都是了 快点开放数据 又方便计算 什么 非凡时间又加班了 那没事了 其实也不是的 加班可能只有6分钟 其实开放数据才可以更容易 计算一个更快的交通方式 因为后车时间都应该计算在里面 所以长远来说真的建议 收入运车公司开放实时数据 方便市民 开放完了 总结果都没什么要说 不计算开放数据 我其实也在想 做完这一集 也在想 不如写一个App 可以找巴士的班次 好像是多方便 最后就是问题时间 其实没问题 所以就简单一点 你出家查资讯 包括班次 路线等等 使用什么程式呢 A是Google Map 就用路线 B是CityMapper 也是用路线 C就是九巴程式 去查路线 D就是九巴程式 不过就用班次 因为我记载了路线 不用查路线 E就是我不出街 不用查Picco F就是其他留言 下给我听 最后多谢大家 看完这集节目 今集的制作国邪 就让我拍成一个Vlog 下集此时 可以讲一下 我整一集的时间 敬请期待 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